阿根廷有一名48歲的女子 她被殘忍的傷害 而在現場唯一的目擊者是一隻鸚鵡 朱大鸚鵡可以當證人嗎 我先這樣講 當地的警察差點被嚇壞了 因為他們已經找到這46歲的女子 渾身都是瘀青 渾身都是傷口的屍體 然後當他們正在等法醫來檢驗的時候 屋裡面忽然發出這個女子的叫聲 他說不要 拜託 趕快讓我走 你在門口戰剛警察嚇壞了 結果他把門打開一看 怎麼是一隻鸚鵡在那邊叫 結果因此這個鸚鵡就被當做證人 或是證物的之一 因為我們必須要證明 他是受到外力攻擊 然後外力攻擊是怎麼導致的 要從鸚鵡現場學到這個語言 來做判斷 那鸚鵡叫了什麼 他鸚鵡叫的就是不要 拜託 讓我走 所以這就證明一定不是合意性交 一定是雙方起的爭執 甚至包含了性侵的可能都存在 因為他有兩個室友 我們目前直接證據不夠 沒有找到足夠的DNA 所以檢方就說沒有問題 這證實我們採信 下一次開庭 我們就會請他出庭 要直接詢問他的證供 但因為這個在當地也覺得非常的離奇 所以到目前為止 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還沒有開庭 可是萬一平常我跟鸚鵡就是亂開玩笑 平常就逗他 學了亂七八糟 那怎麼有辦法證明說 這個就是命案現場講出來的話 這就是檢方接下來要想罵證明的 就是到底這個鸚鵡會不會因為看到這兩個室友 產生自然反應說看到他們就該這樣叫 才能夠證明所謂的案情之間的觀點 好那我們再講到另外一個領域 這個叫法醫昆蟲學 但你如果有看CSA的話就會知道 昆蟲可以拿來做很多的判定 第一個當年4月號的船主在韓國那個大船難 余秉諺案件發生之後他就逃 但逃了之後完全找不到人 你知道這個韓國的警方 上山下海到處找完全找不到人 案件都發生了兩個多月之後 在一個梅治園裡面找到一個腐爛的屍體 又過了40天DNA對比之後發現 就是余秉諺 可是這時候出現一個問題 他到底什麼時候到那邊 怎麼死的 是畏罪潛逃 還是到那邊失足不幸身亡 時間點就變得很重要 可是那你要調查附近的那個監視器 你沒有時間 他根本屍體都已經完全爛掉了 身上只剩一些蛆蟲 結果有一個昆蟲學家說出來 等等我們可以想辦法 他想什麼辦法 第一個把這個昆蟲帶回來 從他身上的DNA找出來 他到底是哪一種蒼蠅的幼蛋 因為他孵化 包括他成長有一個週期 有一個時間 他用那個去推 所以他找到了這個 所屬的蒼蠅的這個種之後 就在回推說 那他附近採集到的蛆蟲 年齡最大的是哪一隻 用那個來算 他到底花多少時間被殘暖 然後被孵化 長到這個 這裡最年輕的蛆蟲 跟最老的蛆蟲 中間差了多少時間 推斷出那個時間之後 讓當地的警方 再在四周方圓10公里 去找那個監視器 果然找到 他是一個人出現 一個人走進梅子園 所以後來才斷定可能是自殺 而不是外力傷害 這個 法國2005年這件事情 就更離奇了 因為他們發現一個做古董生意 有59歲的婦人 這個在家裡掉在梁柱上面死亡 可是以附近的整個布置來看 老婦人沒有辦法上到那個地方 他到底怎麼上 就不尋常 怎麼上吊的 這個當地的警方說不知道 結果他們就說 可是旁邊有一隻狗 叫Scooby Doo Scooby看到了整個案件的狀況的時候 檢方也是一樣 求請Scooby出庭 來面對這些可能的犯人 因為他的家人都說不可能 他沒有任何自殺的動機 也不可能是自殺 我們懷疑有一些嫌疑犯 結果就跟你在警察局 是不是會用那種單向玻璃 去看說到底指證這個五個人裡面 到底是誰 他們帶Scooby出來的時候 就直接問說 你前面證人席上有五位 到底是誰 結果一當他們懷疑的下手的 那個人出現的時候 Scooby就衝上前去狂匪 獸醫差點拉不住他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只能說這個案子 把關就因為這個Scooby的異常反應 而決定他在案件現場 一定有呆過 再結合上其他的證據 就判他確鑿的罪行 我很怕朱大這麼一介紹之後 以後要行凶的人 可能包括說 遺留在現場的鸚鵡 狗 可能都要一併滅口 這個不知道 等等滅口還是有辦法 有另外一個發生在葡萄牙的案子 因為滅口之後 鸚鵡一抓 他的爪子裡面留下了當事人的DNA 所以也因此被定罪 就法網揮揮 輸而不落 但是這個稀奇古怪的事情 古今都有 在我們先行的時候 有一部這個經典叫做三海經 裡面記載了很多幾千年前 大家從來沒有看過的動物 但是這個不是古代才有 現在的社會裡面 在美國 陳老師 在美國就出現了 類似在三海經記載的怪魚 是 在美國紐約州 有個婦女叫做戴比 那這個戴比跟他的先生 一起去上普蘭湖釣魚 那釣了一下午 都沒有什麼大的收穫 正在異性阪山的時候 他們突然發現 這個好像有大魚的震動 他們七手八腳 好不容易釣了起來 結果發現這一條魚長相 非常之怪異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那你注意到他有兩張嘴 而且被釣上來的時候 這兩張嘴都在一開一合 也就是說他不是一個傷口 這麼簡單 他是兩個口都是有作用的 所以後來這個代比 當然不敢吃 於是就把這條魚 拿來拍照完了之後 就把他放生了 但是他事後把這張照片 傳給他的朋友 然後他的朋友 又上傳到社群網站 就引起大家議論紛紛了 那他的婦女是認為說 這兩張口應該其中有個傷口 是因為他以前被人家釣過 所謂遺留下來的一張嘴 但是有人說 這個不是因為這樣子而來的 是因為環境污染產生的 基因突變 那還有人有一種說法說 其實他就是當地的一種狐怪 叫做上浦 那這種上浦是一種神秘生物 已經在這邊生活了很久 那只是一直都沒有被人家發現 那只是說這些說法 到底何者為是 都沒有人有一個定論 因為沒有拿出證據出來 老師我聽有些經典說 看到這些奇奇怪怪的動物 有的人說是急躁 有的人說是兇躁 這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像剛才說的雙口魚 就有一種說法說 他其實是有帶有詛咒的 那所以如果遇到他的話 是一種不祥之兆 可是其實這種怪魚 未必見得不好 在中國有一本神話小說 三海經 裡頭有四百種的上古異獸 那其中有五十種就是魚 所以有各式各樣奇怪的魚 那像是有一種魚 叫做橫公魚 那這種橫公魚生活在非常冷的石壺 長約七八尺 比一個人還高 然後他形狀像鯉魚一般 然後全身都是紅色的 那這樣的一個魚 他白天的時候會潛伏在浮中 晚上的時候會化為人形 爬上岸來 那比較特別的是 你可以看到他的外表 他的外表好像很柔軟對不對 其實非常之堅硬 因為據說他硬到什麼地步 你拿尖刺去刺 他刺不下去 然後放到水裡面煮 怎麼煮都不會死 你看有夠厲害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你把它放到熱水裡面煮不死 但是你只要在熱水之中 放兩顆烏煤 他馬上就被煮死了 非常的神奇 萬物都會互相相剋 對 所以這種魚 當然我們會問說 煮熟了能不能吃 可以 據說吃了之後可以去邪病 所以如果家中有人種邪的話 據說只要把這個橫公魚拿來吃 就可以魚到邪除 你看有沒有厲害 如果抓得到的話 對 好 那當然不只是這種 像那個山海基裡面 還有提到一種魚 叫做鱗魚 那這種鱗魚 它很特別是半人半魚 那不就是現在的美人魚嗎 對 西方的美人魚是很漂亮的 東方的美人魚是超醜的 那它跟我們希臘神話中美人魚不一樣 西方美人魚是屬於人生魚尾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的魚很特別 是人面魚生 然後有手有腳 有四肢腳 所以你這樣子看起來 其實它跟怪 那個兩棲類的生物差不多 對不對 那據說這種魚出現的時候 很特別還會風雨大作巨浪滔天 所以也有人認為說 它也是一種神獸 那看到它的話 就代表說風雨要大作了 那據說在東北的海邊 就有漁民發現了一個美人魚 她是一個角色女子 她不會講人的語言 但是她會癡癡的笑 那怎麼會有一個角色女子 都在海邊徘徊 然後又不會講人話 所以東北的漁民 在上古的時候 就認為說這應該就是傳說中的人魚 就是這種鱗魚 那除了這種鱗魚之外 還有一種很特別的魚 叫做河螺魚 那這種河螺魚 經常在山海經裡面出現 那它這種河螺魚外型超特別 怎麼說呢 它有一個頭十個身體 你看這個十個身體 看起來非常的詭異 對不對 然後它的叫聲像狗一樣 而且吃了它 據說可以治怪病 還可以放在家裡面防範火災 因為據說 它是一種能夠帶來洪水的神獸 可是雖然說是神獸 但是大家也覺得好奇 怎麼會有這種生物 那有專家 就特別針對它的外型來推測 應該是我們現在常見的一種海中生物 就是章魚 章魚 對 章魚是不是也有十隻觸手 那是不是就很像它的身體有沒有 所以有人認為說 這應該就是所謂的河螺魚 只是說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章魚 可能要看看有沒有化石出土 才能夠驗證 接下來講的比山海經還要更精彩 但是是真實的故事 超哥我想請教一下 澳門的賭王何鴻燊他過世了 可是大家津津樂道的 就是他發跡的過程 他當初拿了50塊錢到澳門 大家以為說他可能就是命好 可能是富貴天柱錠 但是其實有很多人不知道 他是富貴險中求 他有一個外號叫做久命怪貓 這怎麼回事 剛才老師提到我們現在貓 這個貓不是真貓 是人叫做久命怪貓何鴻燊 其實這個人他是 剛才提到富貴險中求 他非常的傳奇 其實他爺爺那一代是一個 宜和洋行他爺爺是個黑道 所以在香港裡面 他是黑道的孫子 當然是很有錢 很小時候就公子哥 後來在因為金融危機 跟美日大戰時候 日本轟炸了香港之後 香港那個時候 整個都已經被廢墟 所以他們家就家到中落 你剛剛就提到了 何鴻燊口袋裡面 只有10塊港幣 10塊港幣能做什麼 他想說10塊港幣怎麼辦 好 他就從10塊港幣 開始起家 第一個 他先把10塊 跑到哪裡 跑到澳門去 好 他到澳門去的時候 大家覺得澳門有什麼商機 何鴻燊非常厲害 鴨船 什麼叫鴨船 過去就說 我以後保鏢就對了 這台鑽是我的 所以他做了也是這樣的鴨船 那鴨船好不好賺 好賺 可是風險很大 第一個風浪 風浪大 第二個什麼 你可能碰到海盜 第三個當然是美日在交戰的時候 那是炮火連天 所以你鴨船傳到所有的澳門那邊 生命幾乎沒有 他冒著生命危險去 你知道嗎 賺了第一桶金 30萬港幣 30萬港幣 他有第一桶金 可是你知道嗎 10塊變30萬第一桶金 港幣 但是不要記得 海盜還是追上何鴻燊 有一天海盜 跑到船上去 何鴻燊 九命乖貓 第一個結束 他把他化解 那什麼海盜要殺他的時候 他把30萬港幣 往天上一骰 那海盜 他說這一輩子沒看過這麼多錢 但是一搶錢 他就趁機 何鴻燊趁機落跑 跑走了 所以他沒有被海盜抓走 被殺死 這是第一個結束 他過了 那他後來賣了很多錢 變成30萬40萬50萬 變成100萬港幣 何鴻燊聰明 我要開始做洋行 跟我老爺爺一樣 我要開始做煤行 煤油 好 碰到澳門接著黑道 你來澳門竟然給我開煤油 不經過我同意 也沒有保護費 開玩笑 基本上我就覺得你不准開 何鴻燊不怕 我煤油照開 那黑道後來怎麼樣 在他煤油行 丟了個手榴彈 一爆炸 何鴻燊在現場 要說你就會發覺怎麼樣 他已經被炸死 沒有 他被炸傷了眉毛而已 他那時候沒有眉毛 好 他第二個關節就過了 關節過的時候想說 澳門黑道太扯了 他又回到香港 賺了第二桶金 一千萬的草樓 有了樓錢之後 他想說我還是回到澳門 那些黑道太不像話了 跑到澳門跟什麼 何鴻燊跟霍英東 跟什麼葉輝 他們幾個 成立一個什麼 賭博博益的事業 好 黑道又來了 黑道說你這樣怎麼可以 這個又請問打 那開始要什麼 殺他 懸賞他的頭 五十萬港幣 結果何鴻燊說沒關係 我另外找殺手 我出一百萬 比他更狠 比你更狠 你出五十萬 我另外找殺手 把你幹掉 這個就是他的過程 那所以應該講的 富貴選手就是格局 眼光 能力 而且我覺得他是 有勇有魔 可是他竟然是一個 真漢 男子漢 他也有他的情緒 他也有他的愛情 我們之前TVB非常精采 談到前面四位老婆 我們要開始談 大家所不知道的 地下情 他從未地下情 你知道嗎 他第四個老婆叫梁安琪 應該是他最後一個女人 梁安琪 梁安琪在鏡頭上 他跟全世界炫耀 他說我絕對是他最後一個女人 他最後一個女人 因為他送給他飛機 什麼一堆 最愛 錯了 因為他有一個小五 小五是哪個小五 不是男人 女人追那個男小 他另外一個叫做他的看護 你看看他長什麼樣子 這個樣子基本上 他是鄧詠詩 他是他什麼 因為2007年的時候 洪森是跌倒的時候 就找一個看護 那看護是三太太找了 看護是這個 黑黑的 其貌不養的這位 陳婉甄 三太太找 他想說找這個人 透懂的 他那個長相 所以梁安琪 根本沒有把他放眼裡 對 陳婉甄 老三老四都沒有把他放眼裡 結果他跟何文森 慢慢的日久生情 插出火花了 那後來大家 老三跟老四 三太太試探不對了 為什麼 何文森跳舞都要找我們這個看護 看護怎麼 看護看完就應該回家 不是 何文森竟然贈送看護 四千萬的別墅 好 三太太跟四太太 眼光大了 一個看護 你可以送他四千萬別墅 開始調查這個女孩子 原來這個女孩子 腳踏兩條船 他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教練的男朋友 好 這個調出來了 調出來就跟何文森講 他已經跟這個所謂的小五 發生感情了 好 那當然三太四太 大家都是他最後一個女人 他們兩個就開始聯手 把這個看護給趕出去了 趕出去之後 發生一個很大的事 非常的不平和 好 當然這個看護 他也是結婚了 當然我們現在祝他幸福 但是永遠 他是他的最愛 所以我們看何文森 過去這一輩子裡面 他其實九命乖八之棒 他的感情生活 小五其實還有 有人聽說 傳說 礦美雲也是他的 伊波拉 阿拉拉姐也是他了 那這幾個 大家都去否認 在所有的場合裡面 全部都否認說 不行 這個我們沒有 我們高班不取何文森 可是他五千億的身價裡面 竟然傳出他本身是 這樣的一個英雄好話 可是他也是非常的多情 浪漫的一個人 好 講到賭王的愛恨交織 也來講一下川普的愛恨交織 大家都知道川普 他是靠推特治國 甚至有人說 他靠推特贏得了政權 但沒有想到 他現在居然發誓 要關閉推特 到底怎麼回事 休息片刻馬上回來